现在3.4万公斤的毒辣粉 是流窜到了7个县市 包含新北桃园台中 彰化云林台南 以及高雄都受害了 但我们持续来追查 下游的公司八方云集 他们是否认使用到 违规的辣椒粉的 这跟高雄市卫生局 稽查的结果不同 那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根据八方云集 他们的检验报告 去年跟今年 都有跟金湛公司来买辣椒粉 但是他们使用的是 粗款的辣椒粉 并不是高雄市卫生局 公布的细款的辣椒粉 另外同样被点名的 彰化为例食品 彰化线卫生局就表示说 品项跟有效日期批号 跟高雄市卫生局 给的不一样 但是高雄市卫生局 就声明表示 流入八方云集的 六千两百六十四公斤 的确是有问题的辣椒粉 从八方云集的声明稿看到 输入许可通知的进口日期 一百一十二年九月二十一号 有六千多公斤 一百一十二年十月八号 则是有一万六千多公斤 这两批是从金湛公司 进的辣椒粉 现在被点名有 违规苏丹红 八方强调使用的规格是 粗辣椒粉与检验异常的 细辣椒粉为不同款项 同样也被点名的 有用到苏丹红的 还有彰化为例食品 彰化卫生局表示 针对高雄市卫生局流向资料 进行稽查 发现唯一食品 查核结果品项 有效日期的批号 都不一致 尚待厘清 高雄市卫生局四号晚间 十点多公布金湛 加广公司的违规辣椒粉 下游流向 针对八方云集的说法 卫生局再发声明强调 总重六千两百六十四公斤 均为食药署检验 结果不合格之品 在金河对金湛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所提供 问题辣椒粉之下游流向资料 八方云集确实 罗列该公司下游名单之一 督请业者下架 有检调争办当中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